抽菸中草药的接触以及染色剂的接触 那过去已经证明了中草药的接触 尤其是含有马兜磷酸成分的中草药的接触 是造成膀胱癌的一个蛮主要的原因 发生在60岁以后的男性或是女性 甚至二三十岁就得着疾病 那最常见的就是很年轻就开始抽菸了 那另外就是他一些工作环境 比如说在做没法业的同仁 他们因为接触到染色剂比较多 常常也是自己都会染头发 那再加上他的手的接触 所以这样子的危险因子是比较相对增加的 这膀胱癌在发现的时候 85%都是早期发现 因为早期就会有血尿 零期癌在膀胱的表面 要不然就是二分之一期癌 肿瘤只在黏膜层 要不然就是第一期癌 就是肿瘤只在黏膜层 到黏膜层的基底层 绝大多数的治疗方法 我们就用内视镜 从尿道进去把它这样刮掉 在发现疾病的时候就已经转移到了肌肉层 甚至转移到膀胱的外面 那标准的治疗方法是要把膀胱整个拿掉 它的尿液就没有地方出来了 所以必须要做尿道的重建 它没有办法除尿 第二 每天要放着尿袋 这个尿袋有可能照顾不好 衣服就湿了 会影响它的生活品质 肿瘤发生的位置是在膀胱的顶部 或者是侧面 也就是接近腹膜的地方 那我们就有一个多的新的选择 我们可以把这一块肿瘤的所在的地方 膀胱切掉 然后把它缝合起来 这叫做部分膀胱切除 这样子的病人就可以免除 把整个膀胱拿掉 术后还要去做泌尿道重建的这个必要系 只把膀胱部分切掉 剩余的膀胱再发生同样肿瘤的机会 还是高达三成到五成 所以非常重要 这样子部分切除完以后 是必须要再持续追踪的 把一些化学药物的灌到膀胱里面 没有什么副作用 可是可以减少一半的再发机会